热乎乎的帝王蟹下锅 肉质鲜美 融入清甜的海胆锅底中 咸味十足 蘸取酱料后放入嘴里 入口即化层次分明 是入秋限定的蒸羞美味 搭配当季野菜 生食级干贝和海胆 大口客下 拥有味觉上的极致享受 热料业者看准台湾人爱吃火锅的商机 推出双蟹海胆火锅 技术超狂帝王蟹和松叶蟹的组合 要让消费者体验最爽口的海味 那我们以螃蟹为主题 再加上我们的消费者老饕们 都很喜欢吃的海胆 然后两个来做结合推出的锅物 然后我们预计呢 就是会带动一波新的来客量 那整体的营收动能也会成长2到3成左右 同样推出海鲜料理的 还有知名顶级自助餐业者 寄出鲸鱼半敲烧 料理过程更是吸睛 至少过后香气弥漫 离上特制酱料 鲜香气息 让路过的民众都忍不住直流口水 另一边帝王蟹乳落沙拉 也是民众抢拿的菜色之一 师傅将蔓越梅制成的酱汁 搭配台湾甘露梨 将帝王蟹搬入卤络 做成骑士线 要攻占消费者的味蕾 事实上来自寒冷海域的 帝王蟹与松叶蟹 盛产其在10月至11月份左右 原先活体价格落在1公斤4000元 但现在掉了1到2成 整个的那个价格呢 下跌是1至2成左右 那整个在海域的情况啊 捕获量啊 都有相对的是比以往年来说呢 是有降低的一个这个状况 整个像包括说海鲜啊 海域这些是都有受影响 包括大环境的整体因素 因此趁着蟹类 不要破历史低价 业者推出各式料理 强调原食海味 就是要来分食秋季 美食大饼 希望能够让入秋后的业绩 大幅成长好几成 把的新闻事议会往前台北采访报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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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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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 订阅